2023年7月16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当其他外星人团体接近我们时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一者,杨生传导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,我们为人类感到非常自豪,每次我们与另一个群体,另一个正在观察你们并想要就你们的进步进行对话的群体联系时,我们都会表达这种自豪感。 有时这些群体想了解为什么地球上的事物是这样的,有时他们只是对这个文明感到好奇,他们想要了解更多,他们可以用爱和同情来观察你们所有人,而不是评判和恐惧。 当我们向其他存有解释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得多么美好时,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是戴着玫瑰色眼镜看待你们,或者我们只是产生了妄想,但我们不仅仅看到人类的行为,我们还看到人类的行为,我们还看到能量,振动,人类的心。 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,这也是我们一直告诉你们的重要内容,我们一直告诉你们,你们的振动比你们所做的事情重要得多。 我们坚持这一评估,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,因为我们知道最终重要的是地球上意识的进化,而这并不总是反映在我们观察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,所说的每一句话的那一刻。 我们知道你们的意识进化需要时间才能反映在你们周围的世界中,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,知道事情正在变得更好,并相信我们,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你们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,我们知道你们还不知道的东西。 最终你们会明白,你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如何创造料如此多的成长和扩张,即使你们无法超越你们现在不喜欢的事情。 如果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你们不喜欢的地方,那就将其排除在外,调整你们内心的振动,调整你们自己的想法、信仰、感受和脉轮,并知道你们的内心和你们的外部一样有一个广阔的宇宙,并且还要认识到。 如果你们外面有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东西,你们正在反对和抵制,那么你们内心的某些东西很可能会受到同样的关注,同样的负面反应。 我们还要请你们感受我们在这个传输中一直在谈论的东西,那就是你们的扩张和进化,因为它就在那里,就在你们线,在对你们的世界所有有的阻力层之下或之下。 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,我们向你们保证你们会感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,你们会感觉到更多真实的自我浮现出来,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。 当我们看到你们时,我们看到你们的真实自我一直在以微小的方式显现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此时此地为你们感到如此自豪。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2023年7月16日,毛素心卡拉,信息披露变得更加重要,传导James McConnell,译者扬声传导。 我是卡拉,在参加完各种理事会会议之后,我此时来到这里与你们在一起, 其中一次会议是与地球,地球理事会举行的,因为我是毛素心人大使或特使,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现在正进入高潮,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,现在越来越接近结束或者新的开始, 无论你们如何看待它,但披露本身并不遥远,现在已经开始了,它在一段时间前就开始了,就像你们所说的软披露一样,但现在它变得越来越突出, 还有很多很多人站出来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事情,不再害怕这样做,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保护,他们受到我们的保护,因为现在是时候了,是时候让那些人站出来分享了,不是团体,它还没有准备好,但已经准备好与政府合作的人了, 它正在这方面向前迈进,它将继续这样做,因为是时候了,如你们所知,时间线已经转移或分离,那些将通过扬升继续前进的人已经在那个时间线上了,而那些在其他时间线上的人,虽然不只是两条时间线,但主要的两条时间线,那些在那些时间线上的人,就的第三维度时间线, 他们正在朝着远离光的方向移动,因为如你们所知,他们无法抵挡圣光,他们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真相,因此他们必须退回到黑暗中,退回到他们自己存在的黑暗中,正如你们在你们的存在之光中前进一样, 一如既往,我的朋友,兄弟姐妹们信任我,相信这个过程,他正在向前迈进,尽管有时他似乎在倒退,看来这些负面问题正在出现,浮出水面,事实确实如此, 为了溶解第三维度幻象的面纱,一切都必须崩溃,而新的更高的第四维度表达和第五维度表达必须从崩溃中出现, 你们作为光,你们每一个人传播光,尽可能地传播真理,这是你们此时的使命,但正如你们所知,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,你们的使命将随着人类集体意识的前进而改变, 但再次强调,相信自己,相信你们自己会成为你们来到这里的目标,并成为那些携带基督意识的人,将真理之光从许多不同的来源向各个方向前进, 这些来源之一确实是即将到来的全面披露,我是卡拉,现在我带着和平,爱和合一离开你们,并且你们在每时每刻都继续前进, 每当你们感觉自己在倒退时,只要知道这一点,然后让自己重新站起来,继续前进,再继续前进。